他有刀 是他有刀 嘿 嘿 停 踢踢踢 踢踢 共和党全代会附近在金船枪响 原来是有男子持刀攻击 米尔瓦基警察立刻往前冲 踢踢踢 踢踢踢踢 踢踢 下一秒男子当场倒地不起 毕竟先前才发生暗杀川普的事件 警方不敢大意 幸好共和党全代会丝毫不受影响 川普继续耳朵包纱布 受到英雄是欢呼 而先前初选的劲敌 前南卡州长海利也登台立庭 我会开始一件完全清楚 川普继续耳朵包纱布 有我的强热承 不计前嫌说挺川到底 美国众院议长强声也高呼要战斗 不过根据路透社易普所公布最新民调 川普仅领先拜登两个百分点 在误差范围之内 相及对选情影响不大 反而是有高达八成的选民 担心美国政逐渐失控 川普态度180度大转弯 他最近接受彭博商业周刊专访 说很支持抖音 理由是市场需要竞争 否则美国人只剩下脸书和IG可以用 不过他担任总统时 曾说出抖音对美国民众是一个威胁 如今态度改变 似乎想争取年轻选票 给新闻送货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